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戰燃油效能 汽油價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時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車 同類車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輪增壓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難怪它在全球60多個國家都是增長最快的品牌 在本國同受歡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駕駛Cruze 第一部份投資偶代的時間 跟大家看看今早上的經濟數據和市前 Anthony 今早上也有些數據公佈了 先看看CPI 就是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 11月份升了0.1 而核心的消費物價指數也是升0.1 也是符合市場預期 Anthony 其實如果看回數字 其實不同的一些行業或產品 他們的升幅都不同 現在看回每個行業都有不同的升幅 其實最終裡面最主要看到的就是能源 其實整個情況就是能源的價格上升了 結果將整個物價指數都推升了 能源這方面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另外看回食品方面其實也有少少升幅 還有在這個住房的成本上 還有機票的價格也看到在這個月份也有少少升幅 不過有上升真的好過沒有 因為一個溫和的增長其實也是一個健康的跡象 這個是輕微通脹 我們叫做一個良性通脹 是暫時的 可以看看 除了這個CPI之外 今天也公佈了紐約州的製造業指數 可以看看 12月份紐約州製造業指數是好過市場預期很多 現在去到正10.6的數值是升了22點 市場預期原本只是升3點 這個數字在這個正數0以上的話 就反映了紐約州地區的製造業正在擴張 而在負數的時候就是收縮 看到其實也不錯 現在希望它的製造業的數字 希望真的反映到實際情況 因為現在目前美國仍然是失業人數 也不少 希望就業的情況可以有所改善 因為這個數字 看到很多時候在經濟復甦或者衰退的時候 衰退通常第一個受影響的行業 通常都是製造業的 但是一復甦的時候 第一個受惠的又是製造業 變成某程度上看到 現在美國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其實雖然今早出來的數字都不是太差 不過看回美股的未來指數 其實現在仍然全部都是向下的 看到道指方面未來指數下跌23點 標普方面下跌3點 而納指下跌4點 都看到預示 就是美股今早開出來都會下跌 其實原因在哪裡會不會 始終大家都在擔心歐洲方面 特別是西班牙 目的將它列入負面觀察名單 即是說其實正在研究 是不是要將它的信態評級下跌 其實一下跌的時候都很嚴重 其實今次西班牙都是因為 之前的外爾蘭和希希臘的情況是拖累了 始終因為西班牙都走不掉 接下來還有葡萄牙的情況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才行 目的方面究竟會不會真的調低它的評級 主權債務的評級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不過我相信這個消息都籠罩著整個股市 其實說回其他熱門的話題 其實聯絕局方面 昨天公佈了最新的失口走勢 以及議息的結果 其實聲明也說到經濟正在復甦 但是復甦的速度是比較緩慢 不足以大幅降低失業率 聯絕局會繼續執行 逐個月購買總值6千億美元的 美國長期國債計劃 刺激美國經濟復甦 聯絕局公開市場委員會聲明中表示 受制於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微弱的收入增長 以及趨於緊縮的信貸環境 美國家庭消費開支的增長放緩 企業在舊資設備和軟件上的投入 也持續增加 但是增長慢於上半年 而非住宅類的地產投資 仍然疲弱 僱主願意增加僱員的意願也不強 其實Anthony看到聯絕局方面 似乎覺得現在也不太好環境 其實聯絕局這次的聲明是很審慎 但是根據過往的看法 如果有些令人振奮的數據出現了 他很多時候都會暢好的 但是如果他這次這麼審慎 其實是去到來年經濟的預測 是基於現在的手段上的數據 有機會就是來年的經濟 其實仍然存在很多不穩定 很不明朗的因素 是 聯絕局究竟如何看來年經濟 以及在量化寬鬆上面 其實大家也要留意著 因為聯絕局方面 其實都會每個月看著 量化寬鬆落實的程度去哪裡 還有是否繼續有需要去加推或者減少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著 不過說到這裡休息一會 廣告之後繼續和大家看看 聯絕局這份聲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